如果不讲经济 不讲金融 其实香港的价值还在哪里都没有 说真的不会很多 还有就是说 你走回毛泽东那个年代那一套东西 走回六多年那一套东西 可以需要十年 二十年都可以的 就是经济来说 当然他自己就坐得很稳固 他可以好像毛泽东那样坐到架崩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在那个经济 在那个金融那个层面来说 是真的你看到那时候大陆是衰足20年 衰足20年的时候 大家有历史参照 一拍就知道现在就是那时候 60年代或者70年代初那样 你讲还有相当长的日子是有很长时间的时候 还有没有钱真的隔五、七年 加10年代后会回来香港这儿 就是你来香港的目的是为什麽呢 其实都是以前的故事都是说投资大陆 那你这个故事现在讲不上了 其实大陆也不需要的 是吧 他都很清楚 是吧 要养得靠自己 那你养得靠自己的时候 其实外面就没意思了 那那些钱其实还有没有需要再投资这些呢 所以其实你见到紧张着紧的是香港那班地方官 就不是大陆那些 大陆那些其实根本就 就是你说它的路线啊 它说得是 根本就不是在想这些事情 刚刚博士讲的 回到以前 正如就是我现在想提的一个问题 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共销社 现在好像是死灰复燃了 湖北省 有1300多个共销社 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所有的乡镇 共销社的社员人数超过45万 这个都是毛泽东时期的 那共销社都是一个农村的一个经济的模式 其实现在这个现象是没有反映了什麽呢? 博士 鄧小平的改革开放 是不是真的就走入一个历史 回到 博士刚刚讲的毛泽东时代 如果回到毛泽东时代 现在的人和以前不同 已经开放了别人的思维各方面 都在享受着一些西方的气氛 西方的一些奢侈品 完全不同了 就算是一个文化都是啦 都是啦 中国大陆都有过聖诞节 很多都可以怎样的 他知道的这些东西 你猜他不知道的 但是问题是你在过一段时间呢 你有钱了之后呢 有一堆那些真是发了那些想造反了 或者是他觉得那些发了就想造反了 他觉得对他有威胁 他为了他可以永远坐得穩 那你见到其实历史上有些政权是永远都坐得穩的 比如古巴啊 北韩啊 比如毛泽东那年代 那这些也就是啦 就是他看到的这些 他知道这样大家一起穷 就是当然所谓大家是你们而已 不是他 你们全部一起穷 对他来说是最稳妥的 因为你没有人有钱 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他嘛 那他一定是最稳妥的 所以他现在其实就是要消灭那些有钱的富豪 他要消灭那些有钱的富豪 其实是消灭他们那个威胁他的权力 威胁他的势头 其实他要消灭这些 那么他消灭这些的同时就是说 他也都在跟外面战斗 你看到他这种这样的意识形态 根本是没可能融入现在这个年代的国际市场了 因为国际秩序的 融入不了的 那么他企图制造另一个秩序 但是都不会有人理他了 说真的是不是 你见到现在大陆是大规模逃亡 俄罗斯是大规模逃亡 就是你看到在这个阵营之下 那些人是没饭吃的 那一定会走的嘛 那你现在你这样跟外面战斗的时候 那说真的也都没可能再行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是西方东西来的 你大陆什么时候出过资本主义 而且你共产阵营这些国家 什么时候出过资本主义 没有出过的嘛 那些资本主义都是别人给你的 说真的 你想想你之前那些什么走资啊 市场化 你帮别人做世界工厂而已 这个不是你的经济 这个是别人的经济 别人给你了 你才能做 别人不给你了 现在别人不给你了 那你真的没有了 是不是 别人不给你参与这个市场 你已经没有金融市场 你说什么 是不是 没得说的 所以 那你在没得说的情况之下 就是没有资本主义搞的情况之下 你唯有行共产了 是不是 那你找不到外面的钱 你搞不到出口 你搞不到吸引外资 就是你说 你说所谓融入世界 这个你自己说的 你的国际其实就是俄罗斯 北韩 伊朗那些 这个不是亲戚的国际 这个是你自己的国际 是不是 你既然在外面赚不到钱 你里面有这么多人 那你怎么生存 你不是唯有剖那些褲 你把这些东西洗坏 当然是没问题的 你这么大的国家 是不是 你说要种到够自己吃 你说要挖些煤出来 烧到够全国的电容 用电 那这些是可以做得到的 够吃你勉强也可以的 说真的 现在你说有很多新的科技 是吧 做一些古怪的食物 那何况也都 你有些阵营 有些朋友 说的是俄罗斯组出了很多的农作物 那这个都是可以搞得到的 不是搞得到的 但是 吃得你饱不当然有钱 吃得你饱 就是个个个可以吃得饱 但是 但是个个一起穷 那一起穷 那你 就是说真的 你为了大家不要造反 那当然就不要一起穷 只要一起富 是吧 就是如果人人都36的时候 那你说叫共富 你看看你说共贫 就是人家说而已 36究竟是贫还是富 我也不知道 那他说富就富 那就是共富 就是其实那一套东西就是 背后就是首先 首先有一批人有钱就想做饭 第二他也都要跟外面斗 那找不到外面的钱 那你既然又要弄 又要弄死里面那些有钱的 又外面又找不到钱 那就对了 一石二鳥了 就拿里面那些有钱的那些 那些剃掉了 然後就分了它 那这就是共产主义了 就是胡乘冬那一只 那你看到 所以他其实都是在走 这个路线是很清晰的 一直都是这样玩的 只不过有些人早些看到 一上场 一上场 認識他的那些 就是2012年、2014年 那你遲些那些 可能一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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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遲些那些交易才看到 那麽 他那条路是很清楚的 那你就 那你就 你只看到 其實跟著又怎麽辦 香港沒有什麽怎麽辦 既然 就是經濟、金融都沒有什麽意義 在共產主義之下 那其實 你當然 長年來講 你的錢都是拿來一起共享的 是吧 好像你剛才講的那個地方 大規模那樣 share 即共消社 即計劃、經濟 現在你如果簽到 現在想走都未必能走得到的 博士 他想著供你的 當然不會讓你走 讓你走怎麼供你 讓你走你怎麼知道變成了走資 所以不用想的了 你現在那個玩法一定是 他開始封住了錢 你喜歡人走 你就自己一個人走了 光突然知道你走去哪裡 但是你留下這些東西 那個錢都未必走得到 他的國門關掉那些要走去 走去是很難走得到的 他之前約了一個法例 就是好像非必要的情況 國門好像不准走頸 可能大家記住 因為你有很多那些有錢的人 很多錢在外面 一早搬出去 給你出去 你不是一樣是一個有錢人 就是你裏面那些forfeit了 你外面那些還很多 但是 你有些可能外面不是很多 那些就有得來 是的 報警剛剛講過世界工場 現在大家看到富士康 數萬的員工要大逃亡 報警都看到了 現在都以經濟訊息來說 其實已經說這個大逃亡已經就演化了那個供應鏈了 起碼有三成的那個iPhone的電話 就沒得供應影響了 影響了那個生產鏈了 這件事你覺得是怎樣去看呢? 因為世界工場雖然現在這麼多年是有很多人走 但是起碼還有很多的大工廠還在大陸 好像塔什勒 特特 奔馳 寶馬 全部都還在大陸 這個富士康工廠那些大逃亡 給了什麼信息給他們呢? 那它不增加 它是 起碼現在不減好 它不加 已經停滯了 甚至其實是有些洩出了 那你不是說要去減到零的 你不可能減到零的 但是你一直不加碼 其實那個影響已經很大了 就是你看香港那樣的 就是那些錢其實你說 是不是完全沒有流入? 不是 不過沒有很多的流入 你流入少了 其實那個影響已經很大了 你的增長已經可以跌到零了 你想一下 大陸其實本來就是沒有什麼增長的了 毛澤東那個年代 甚至是長期收縮了 去到早十幾二十年的時候 說有十幾二十%的經濟增長 你是因為有東西進入 譬如外資 投資也好 熱錢也好 那你有些東西進來 有些投資崩了一條數目 那你當然你自己裡面也有很多基建 蓋房子等等 那你有那些現象 你才會有數字看到 你現在沒有的 你如果不是有新的資金 或者有新的生意來的時候 你所有東西維持現狀 你那個數字就沒有增長了 沒有增長 就是GDP增長是零的 你說不明白嗎? 那這個還不是一個問題 你現在最新報的那條數 也在說有四個頭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真的零的話 其實是更加差很多的 所以那個影響是可以很大的 那你也有很多切割的那些 不是立刻發生的 那你會部署的 你這間這麼大的廠 你說譬如說我要Lay off 我要遣散那些人 你大陸也有法例 你也要賠要成的 你也要做正的 那裡也有些時間 所以其實 我想這次衰退是一個契機就是說業務會收縮 譬如你剛才說 收縮幾成的那些智能電話的生產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你說衰退 整體來說的需求都會減的 就是減一、兩成、兩、三成是很限的 就是對於這些來說 那問題就是下次能不能回來 雖然之後再重新市場回來 那又沒有你份呢 還是去了別的地方呢 那這個就 大家都心中有所謂 其實之前有一個報導 大陸的外資已經有20% 已經沒有深的投資了 就是填了一個投資了 那現在我想問最後一個話題 現在中國大陸的20大 人事報告已經曾經在落電了 李克強可能下年3月份就退了 接替他可能是李強 現在大陸的班子裡面 大家都關注到哪些人懂經濟 懂經濟的呢? 有什麼所謂呢? 本身認識那個人都是被人架空了的 那你換我認識的 換不認識的都沒什麼關係啦 如果一個人說了事 那下面那些認識不認識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的 還有最重要就是說 你現在那個路線是走著毛澤東那些年代的那些 那你根本不需要經濟 所謂不需要經濟 它不是說不需要生產 你嚴格說 我那句話是不對的 就是你有生產 有消耗 是有經濟的 但是 就是它已經不是那種我們讀書的那種資本主義那種 就是你看那些馬克思經濟 我也不認識那些東西 老實實 但是那些已經是完全 價格已經失去意義的 就是在經濟學來講 價格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來的 所有東西我們在研究的 都是說價格是上還是下 但是你現在不是的 你所有東西就是中央分配的 那搞定了 有什麼問題的 他覺得他做得到的 因為他有大數據的 他有所有的資料 你到底吃多少 吃多少 他已經一清二楚 他根本不需要問過你 他可以給你 他可以認為他做得到的就做了 但是其實這樣是嚴重改變了整個國民的誘因 那些行事的那些模式 你看到現在很多那些躺平 那些古靈精怪的那些行為 其實你放長雙眼看 會越來越古怪的東西出現 就是這些古怪的東西 就好像日本那樣 之前有一刻都意想不到的 但是原來不是的 真的出在上來的那個問題是可以完全扭曲了你之前的 你之前的數據是基於市場 基於經濟 資本主義去收集回來的 現在整件事不同了 是出現了所謂繁息轉移 你究竟那些大數據 你還控不控制了那麼多東西 我都挺懷疑的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 下午吃